最近网上有报道演员刘涛已经与丈夫王柯离婚,而且一次王柯已经承认,当初刘涛在娱乐圈里是出名的贤妻良母,在丈夫破产穷困潦倒的时候她并没有选择离开,而是重新发挥娱乐圈重拾这条路走,到了今天有了今天的成绩。 这跟她的努力是离不开的,屁股还债不离不弃,可称之为女强人,好妻子的角色。 近期刘涛发的一张照片发现一个问题,她的面相里山根处长了一颗质称为山根质,这颗质一般会好会有桃花准确度,不能输百分之百,把也能达到百分之百。 而且她的拳股也是越来越明显,野心也是越来越大王柯在家的地位也越来越低。 当然一个女强人也能赚钱,她早,已经不靠丈夫生活了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面带桃花的面相,卧谈大并不是眼带,先没有志在家与伟文充天苍发,炸婚后出汇率很高。 还有嘴唇外翻,桃花眼,也就是眼中含泪的感觉很容易出轨。 影堂宽外叫嘴大的女人容易出轨,如果男人也是这种印象那就不用说了基本没在轨道上。 好的,今天就分享这么多么喜欢的话记得关注,这只是我个人的间接分析,如果分析的不对望大家见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